Hi,我是Michelle Ting Story Amusement Park的Michelle Ting老师 今天要来提供给大家一个构书的资讯 麦克外文书店省无前例 台北门市结束营业 嗯,好可惜哦 他要结束营业了 但是要提供给大家一个构书的方案哦 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哦 什么时候呢? 11月26号到12月3号的10点到下午5点的时间 是在台北门市你可以去选购书籍 那台中门市是11月26号到11月28号的10点到5点 可以选购书籍 那怎么样的优惠呢? 正常品就是10本以下6、9折 10本以上6折哟 And单一特价3折起 绿标3、5折 红标55折 结账的金额就是满3000折300 满6000折600 并且会送折价券 还有呢?哦,你买6000的时候还会赠送五书组的Mr Panda 嗯,是不是超新引人的呢?欢迎赶快去选购哟 Michel Ting老师今天要来介绍4个作者的系列绘本 好久没有介绍给大家听了 大家敬请期待吧! 第一个作者的介绍是Lorna Scooby 她的特色是她的花风非常的细致、可爱 而且呢,她的故事常常会有让人家意料不到的小惊喜哦 第一本书要介绍的是Collecting Cats 哇,你看看封面,她有好多只小猫猫 然后呢,她有一只小老鼠,到底为什么呢? 嗯,因为主角啊,她喜欢猫咪 但是她不喜欢老鼠 可是她现在没有猫咪 她想要养一些猫咪 该怎么办呢?她想到了一个方法 就是她去买了cheese 然后呢,很多只老鼠就去吃cheese 结果,谁喜欢小老鼠呢? 嗯,就是小猫咪 然后她就很幸运的 小猫咪就去帮她抓老鼠 她就得到了一些猫咪了 但是她觉得,嗯,这些猫咪不够 那该怎么办呢? 你们想想看 最后最后她得到了很不一样的猫咪哦 是一个大惊喜 等待你们去发现 第二本书呢 就是rabbit,rabbit,rabbit 我当初买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超级可爱的 你看那些小兔兔的眼睛 这么这么大,好可爱哦 那时候会想说 这只兔兔为什么看起来不开心呢? 到底为什么她不开心呢? 啊,这一本书啊 非常的适合家中有二宝 三宝,四宝,五宝的家庭 为什么呢? 她呢,有点就是小朋友有了兄弟姐妹之后 有点吃醋的心情 非常的适合提供给大家哦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她的故事是什么 她的故事呢,就是说 i like having everything to myself 她喜欢自己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收集红萝卜呀 然后去玩啊 或是躲起来呀 之类的 但是呢 有一天 开始出现了好多好多 好多 好多 好多的弟弟妹妹们了 她觉得好烦哦 玩什么东西都要跟他们一起玩 他们都会把东西抢走 她觉得好烦好烦哦 弟弟妹妹一直一直在她旁边 她觉得好难过哦 嗯,所以她想到了一件事情 then I remember the fox 她想到了隔壁邻居 狐狸 她说 嗯 Would you look after these rabbits? 你可以帮我照顾弟弟妹妹吗? and the fox said yes 好哦好哦 然后全部的弟弟妹妹就去狐狸家了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会是恐怖的事情吗? 还是很开心的事情呢? 这本是很温馨的书 所以推荐给大家 再来呢 就是Duck Duck Dad 这本书也很可爱 就是有一只狗啊 它在散步散散之后 就突然 Crap 呱呱呱 Duck 不 有一只鸭鸭 就一直跟着它 叫它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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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怎么会这样子呢? 然后陆陆续续 就有很多很多只的鸭鸭 都跟着它 然后一直叫它什么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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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然后就把他 叫爸爸带他去好多好多的地方 就是狗狗觉得好无奈哦 怎么会这样 他突然变成了一个爸爸了 哦 然后呢 他就遇到了小鸭鸭 鸭鸭妈妈说 Oh Thank goodness I found you 我终于找到你了 他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鸭鸭呢 他也发现了 好多只小狗狗一直叫它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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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这一本故事呢 让我想到了种族的问题 不同的种族 也是可以和平的相处 快快乐乐的相处在一起 很推荐给大家这一本书 接下来要介绍 Jimmer Marino的三本书 这三本书呢 是关于自我认同 Michotin老师非常非常推荐给家长哦 第一本书呢 是 The crocodile who didn't like water Oh 为什么 这一只鳄鱼不喜欢水呢 好奇怪哦 鳄鱼不是不是很喜欢水的吗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little crocodile And this little crocodile Didn't like water 他不喜欢水啊 好奇怪你看他的弟弟妹妹们 都这么喜欢水 他不喜欢 嗯 那怎么办呢 爸爸妈妈也没有放弃他哦 就让他等待给他时间 最后面呢 他发展出了自己最厉害特殊的优点哦 接下来的另外一本书啊 也是很相像的 就是 The dragon who didn't like fire 哦 奇怪 烹火龙不是都很喜欢烹火吗 但是这一只烹火龙 他不喜欢火耶 为什么呀 嗯 You look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little dragon 嗯 有一只小小的那个恐龙 Dragon 龙 And this little dragon Didn't like fire 他不喜欢火 你看他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 都在烹火 嗯 你看他练习了好久好久 还是没有办法像大家一样 他好灰心哦 但是没有关系 爸爸妈妈给他们时间等待 他呢最后面会变成什么呢 他最后面会发现他什么样的最棒的优点呢 等待你们自己去探索 自己去发现哦 The cow who climbed a tree 诶奇怪 为什么牛牛他会爬树呢 这本书很有趣哦 就是牛牛啊他喜欢探索 他就跟他的哥哥姐姐啊 说我想要去哪里去哪里 可是哥哥姐姐觉得 嗯不可能你都在幻想 所以有一天他就到了森林里面去探险 然后爬树爬呀爬呀爬呀爬 发现了一只龙耶 是不是刚刚我们看到的书呢 那一只龙他就跟他变成了好朋友 但他回家跟哥哥姐姐讲 姐姐他们都不相信 那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最后面他用什么方法 让哥哥姐姐相信他呢 那也是一样 让你们自己去看看故事的内容咯 前面的两个作者的书 都是非常富有教育意义的 接下来米修婷老师要介绍 两个作者都是非常幽默风趣 让你笑到肚子超级痛的作者 第一个当当 Alex Wilmore 你们喜欢吃绿色痘痘吗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吃 那绿色痘痘会有什么样的冒险期预计呢 首先第一本 那Runaway Tea 哦 你看看 发生什么事了呢 大家都躺在盘子上 要等待被吃耶 It's 6 o'clock and we're ready for tea But look what's that What's that The Runaway Tea 他跑掉跑去哪里呢呢 Splat Oh in the puddle of sauce 他到底要去哪里呢 接下来呢就是要看这一本 The Runaway Tea Washed away 哇他被冲走了为什么啊 嗯 因为我们吃完饭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洗碗 他就 被冲走了 那冲去哪里呢 他会不会紧张呢 哇 不会耶 WOW 他好开心哦 He was having a wonderful time 他超开心的 然后他遇到了什么 遇到了蜘蛛 蜘蛛好害怕 所以说 怎么办 我也被冲走了 那他会帮忙吗 那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奇幻际 OK Next one 最后一本呢 接下来就要看这一本 The Runaway Tea Left Behind 哦 可能是爸爸还是妈妈 买东西的时候 他从袋子里面 跑出来了 然后他觉得 嗯 好有趣哦 到处都可以去玩耶 那他最后有办法 成功的回到家里吗 等待你们去看看咯 再来的作者呢 是John Bergermann 他的名字 就看起来很搞笑 对不对 Bergermann 汉堡人 哦 那他的系列书 到底有什么好笑的呢 第一本书呢 其实我觉得 这一本呢 也是自我认同的书 而且他画风非常的可爱 就让你不会觉得说 哦 这个东西很严肃 不会 超有趣的 他就在说 嗯 每一个人呢 都会有他担心的事情 担心的事情 有很多很多种 他可能会担心说 嗯 我可能不够酷啊 我不够勇敢 那怎么办呢 最后最后面 他是说 只要大家 一起互相的照顾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就一定可以克服 所以我觉得 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 再来呢 就是真的开始搞笑了 How to eat pizza 要怎么吃披萨呢 你知道吗 但是你看这个披萨怎么样 看起来好惊讶 好紧张哦 你就是吃那个披萨的人 他就说 嗯 I always pick the biggest 你是不是都找最大快乐去拿 咦 啊 这个披萨就会开始说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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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我 他会讲很多很多的方式 说服你不要吃他 那你最后会怎么样吃他呢 还是会放弃吃他呢 另外一本书叫做Splat 嗯 它很好笑哦 你看哦 你看哦 This is 嗯 Maybe Apple Pie 那我要把它夹到他身上咯 你看 Splat 哦 Splat 他的脸就变这样子了 And 嗯哼 Slik Sunglasses One Two Three Splat 哦 嘿嘿 有没有很好笑呢 接下来这本书非常的有趣 它是跟押韵有关 所以非常推荐 正在学Phonics Building的小朋友来读 那还没有学的小朋友也没有关系 透过这些绘本 让孩子知道说字跟字之间 可以有押韵 非常有趣哦 Crime Rhyme Rhyme A rhyme crime 这个是个小偷 他会偷什么呢 Once upon a time a thief committed a crime Everything he stole was replaced with a rhyme 他偷的东西都跟押韵有关系哦 So Hammy's brand new hat was swept for a Cat 他的帽子被偷走了 然后换成了 猫咪 Hat Cat Gumpop's lovely head became a slice of Head bread That's right Head Head bread 是不是很有趣啊 那最后这个小偷 会被抓走吗 我也不知道 等你去发现咯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 米修廷老师介绍的 四个作者的系列书 我非常的喜欢 自己也都有拥有 再见 你们 再见